三千給我 還給我一個朋友 還要去的東西 司馬中原老家前 警方 清雲公司 次子烏龍奔 以及兩名老鄰居面對面 所以裡面的東西是 他屋主全部給你們 清雲公司來清垃圾 半路殺出陳咬金 付費要帶走指定物品 他是拿了三千給我 還有一個五千 這裡是無心街的一處巷弄 也是司馬中原先生的老家 在這扇鐵門後面 放了許多原木傢俱 以及珍貴文物 沒想到這些資產 卻被不明人士盯上 遭闖入刑切 家人之好報警處理 烏龍奔指控 老家裡的貴重文物 被兩名老鄰居強佔拍賣 我們實際找到其中一人 他嚴正駁斥 他請宋男年幫他 把那個女的趕走 他自己跟他宋男年 就要給兩百 後來幫他買一百五 林先生說 自己不僅只是中間人 甚至還是受害者 他說當初烏龍奔和宋姓男子 攤好一百五十萬元的處理費 還到剩二十五萬時 還不出來了 宋姓男子向林姓男子討錢 他索性幫忙還清 因此這筆帳 反倒成了他和吳龍奔之間的 債務糾紛 不過針對此說法 平時在信義區 擺攤賣石頭的吳龍奔 無法苟同 我感覺上他們之間的話 根本是合謀在做這件事情 他們自己去想方設法的話 就是要拿到這些錢 現在雙方各執一詞 司馬中原惹出的桃花劫 竟然又節外生枝 老鄰居徹底撕破臉 對不公堂 記者楊中盛 陳宇璇 台北報導 臣